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第三種 就是把這種2D的線轉成有面的物件的一種方法 好 我們來講第三種叫Less 是旋轉 去把東西轉出來 那我在上次做 因為其實旋轉最常 最常要用的就是 例如說我要做一個碗 做一個碗 那你把斷面畫出來 那斷面的話怎麼畫呢 例如說來 叔叔有練過 好 假如我畫一個這樣斷面就好了 好 那 把這條線直接變成兩條 這個我下次會詳細講 但是你們先會這個就好了 在 這個線裡面的 Supply裡面的Supply 就是在連續線這裡面有一個指令叫Outline Outline你就點它 直接在這個線上面點它拖曳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兩條線 而且會變成封閉的 會變成封閉的 好 變成封閉了之後呢 因為它 你現在就等於是我有一個厚度了嘛 但是那個 假設你要畫碗弓 你不要真的 不需要真的畫出來 因為它到時候是轉出來 你只要畫斷面就好 畫一半就好了 畫一半就好 那 但是你這裡必須要維持垂直 因為垂直 你到時候才可以轉一圈才會很漂亮嘛 這裡維持垂直那也一樣 我就東西選起來嘛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就是你用看的 來這裡 14 好假設142 那我就這裡也給它 142 是不是百分之百垂直啊 對不對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好 所以我畫出一半的斷面了 好 那如果可以沿著這裡 轉360度一圈 是不是就是完了嘛 對啊 所以我跟它講過 沿著這裡轉360度嘛 好 那 所以我們在 旋彎裡畫一半斷面的物件之後 在Modify面板裡面有個叫Less Less這個地方 它就轉 轉360度 它就發現 啟小怎麼轉的不是我想要 怪怪的 還是滿票量 但是完全不是我要的 那 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 你注意看喔 它內定 我先關起來 內定它這個轉 是按哪裡轉啊 軸心轉 對 所以如果我想要轉正確 我是要把軸心放在這邊啦 對不對 所以來我Less刪掉 因此 如果我把軸心可以放在這裡 那我們就來 軸心 然後 ave the people only 然後 對不起 沒錯 align 我自己 我只要X就好了 來源是軸心 就拿掉 目標是我自己X方向的最左側 最左側是最小嘛 然後 X就是到我自己的最左邊去嘛 套用OK 關起來 這樣我自己叫我自己最左邊的 好 那我們再Less一次 Bordify面板裡面我去 Less 來 是不是就轉正我要了 所以它內定是那種照軸心轉嘛 好 好 那我轉一圈之後 嗯沒錯 我現在有個碗了 但是碗有一點問題就是 它是轉360度 那你也可以不要轉360度 所以這很簡單 這不太需要講 好 那如果你轉360度 它一定會有個segment segment 因為我是轉出來嘛 你要轉多少段嘛 越多段是不是就越平滑 對吧 越少段就越不平滑 這很容易理解吧 好 但是還有一個肚臍眼 你注意看這裡 呃 一個奇奇喳喳 肚臍眼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很簡單 因為 我現在是按這裡去轉一圈出來 沒有問題 這是沒有問題 但是其實這是不是每一點都疊在一起啊 那每一點都疊在一起 那就會有重疊面的問題 所以我必須跟他講 這個點請你幫我全部融成一個點 你不要只是靠近 變成靠在一起而已 你要真的變成一個點 所以 通常都會再把這個打勾 這一打勾之後 就把這16個點 統統融成同一個點 那就不會有這個肚臍眼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 就是最基本的LESS 就是轉一圈嘛 它其實就是轉一圈 那記得 如果你要做這種轉一圈 就是LESS的東西 要有厚度 你不要沒有厚度 你不要說 假設我要做盤隆花瓶 好 我畫一半的花瓶 那我懶得畫厚度也不管啊 反正我就這樣轉啊 可不可以轉 可以轉啊 可以轉 線擠出是什麼 線擠出是什麼 面 那如果你線去轉 是不是也是面 對啊 轉出來它就是 面去轉 面出轉是不是就不會有厚度 對吧 所以你要記得要把那個厚度畫出來 那那個厚度的部分 我下次會再講更詳細 就是你們現在知道怎麼用 就好 在SPLINE裡面有一個OUTLINE 點它拖曳一下 就自然而然就會產生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LESS裡面還有一個很好用的就是 如果你每次要改軸心很煩 所以其實 你可以直接執行LESS 直接幹嘛 按這一顆就好 對齊 最大最小 最小 CENTER 最大 最大就反到對面去 你就不用對齊了 像我剛剛花瓶應該是這一個 對吧 就這個 我就不用再按你 不用再先自己改軸心 就是總之 LESS完之後再按 這三個其中一個一定會對 對吧 那就會做出你想要的東西 那就是LESS 來 各位試一下 試試看 隨便畫一個斷面 拿OUTLINE成一個厚度再去LESS